留言檔頭,我是惠兒 大家好,我是魯魯 所以回到我們今天天馬行空的現場呢 我們的Cappuccino要聊的是關於今天的課題 叫做自由電影節 那今天要聊這個自由電影節啊 魯魯我想問一下自由電影節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呃,就是很freestyle的嘛 freestyle,就是什麼拍都可以說啊 自由啊,就是你喜歡什麼主題就什麼主題 他們要限制你那個主題的 是,那我先不談這個自由電影節 我就說電影節 一般上你對電影節的印象是怎麼樣的? 呃,是不是那個奧斯卡 就奧斯卡,停留在奧斯卡 你知道馬來西亞有馬來西亞電影節的嗎? 啊,我知道,那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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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啊 啊,什麼名啊? F,什麼Finas啊 是,是Finas主辦的吧,應該是說 你看我懂一點 是啊,所以馬來西亞有自己的這些電影節啊 之前不是鬧出了一些問題嗎? 就是說,那個 Ola Bola不能參與 不單止是Ola Bola 它主要是說這個大馬最佳電影 結果是因為語言的問題被限制了 就是說因為它裡面的馬來溫呢 不足百分之多少巴仙呢 結果啊,你不屬於這個範圍內 你不符合標準 所以不能夠參賽了 除了Ola Bola還包括另外一部 Jagat也是這個印度片 也是非常的 我聽說是非常好看 我很可惜 那個時候落化過後 朋友才跟我介紹 所以就沒看到了 不要緊啊,現在可以上網下載的 啊,是嗎?不懂可以不下載的 到看不看到 就去找找看呗 最主要我們今天要談的是說 這個電影節呢 它可能會面對 因為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國家 它有它的一定的這個限制 然後這些國情的原因呢 可能會造成是 有些人可能看成 是一個對電影方面 對藝術方面的一個 一個更好的推廣 那有一些會認為說 這是一個問題 是一個限制 因為國情它有它的這些要求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這個風俗文化嘛 對不對 所以比如說你看馬來西亞電影 馬來西亞的電影呢 它會有一個現象就是 呃,通常拍出來 它會很 我覺得有很多電影人很刻意的用 要表現馬來西亞的文化 所以用了很多的這種 各族之間的這種文化 或者是習慣啊 比如講你可能電影裡面會看到 有馬人、印度人、華人啊 那些在一起 然後對,但是 我還是覺得好處是在於 你會 你會覺得如果突然間 有一個馬來西亞人 然後是配音講中文的話 他就很奇怪 我到底用它講馬來西亞文更好 是 而且之前我現在有看過一些戲 他們都是喜歡在那種 干坡裡面拍 然後就是靠海啊 就一直可以體現到說 是馬來西亞的文化 但是會不會這樣子就讓人覺得 我們馬來西亞就是住在干坡裡面 呃,有可能啊 但是我還是擔心的 并不是在這一塊 是說 我覺得它可能會成為一個限制 我發現馬來西亞電影呢 已經開始慢慢就走向了 就是在於 呃,一直都在要表現 馬來西亞的文化 多元民族 然後風土明晴 多多好 多多漂亮 就嘗試在走這個路線 然後只有這樣子 才能夠突然間很賣座 但是當你去拍一些商業片的時候 就好像 欸,很糟糕了 好像沒有人 沒有人要理你了 那種感覺 可能 我不知道是水準的問題還怎麼樣 但是我們確實有馬來西亞的一些導演啊 或者是一些藝人衝出了馬來西亞 到國外 國外去了嘛 對不對 甚至有一 有一些到好萊塢去拍片的都有 嗯 我記得那個 呃,有一個叫什麼名了 應該叫James吧 這是來自超越的 有一名國際導演 James Wan是嗎 是嗎?好像是啊 對,他是拍那個Conjuring 就是拍鬼片的 是 專門拍鬼片 他不單止拍鬼片 他好像 那個Fast and Furious 也是他拍的 所以你看他已經衝出了這個馬來西亞 到國際平台去 所以馬來西亞有很多這樣子的這些 呃,人才 是 只是說有沒有這樣子的機會和空間 讓我們發揮 馬來西亞一個很大問題 是在於藝術這方面呢 並沒有 有獲得很大的一個 一個 怎麼說呢 支持 或者鼓勵 我覺得他們要就是很勇敢的踏出去吧 因為有一些他們就是自己做自己爽 嗯 然後他們也沒有做到說是 呃,一個標準就是可以拿出來呈現給大家的 所以他們只是 只是把它放在YouTube吧這樣子 但是沒辦法 資金是一個問題呀 比如說拍微電影 這個是一個很 一個很大那個吧 對,他資金是問題 但是有一些 就是你在budget裡面 你也可以做 盡量做好它 對 因為有一些他們就用的那些語言 他們就直接就是 一聽就知道是很不專業的語言 哦 對,我蠻在意這一個東西的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 雖然說我們馬來西亞普通說話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是在一個電影 或者是一個表演上面 我覺得不應該出現這樣子的東西 什麼叫專業 你看台灣台灣的電影它的中文也不是那麼標準啊 如果你真的要以標準的中文來說 但是馬來西亞的就是感覺就會差人家一點啊 有親切感啊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很不好聽耶 那可能就問問我們今天的嘉賓呢 我們今天在現場呢 來了這個模擬虛擬實境動畫師 他就是我們今天的嘉賓呢 Ashley 林俊林 Ashley 早上好 早上好 大家好 是 剛剛你聽到我們聊了這一段 你會覺得說 對馬來西亞的電影呢 首先我先不談這個電影節 我們先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 那從馬來西亞電影這一塊 你覺得馬來西亞電影到今天為止呢 從過往到現在 它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 先從這個點先說 呃 我覺得是在進步了 啊 感覺上應該是在進步對吧 好 那進步到一個程度的話 它是不是已經到達一個瓶頸 還是說它還 呃 它沒有到瓶頸 其實還有很大的一個發展空間 其實我不太清楚這一塊 但是如果以 說它的製作的方法 我覺得是不斷的在進步 比如說怎麼叫製作的方式 比如說我覺得好像它拍攝的功夫啊 嗯 我覺得你都可以看得到本地的劇集也是在不斷的提升 嗯 呃 我也覺得說可能製作組他們也有受到一些海外的訓練 嗯 呃 我相信 不過基本上來講我覺得我不是一個最好的人選來回答這個問題 沒問題 就是說你可以用你這個你了解的方式來談吧 比如說像你現在做的是一個模擬虛擬實境動畫嘛 對吧 對 能夠介紹一下這個工作的性質怎麼樣 呃 我的工作其實基本上就是一百八千是屬於商業的 所以我的工作 因為我基本上是在新加坡 跟新加坡的這個廣告公司工作 嗯 可是這個公司其實是屬於美國公司 所以是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說處理一些影片的這個後製工作 就比方說好像我們在影片裡面看到爆炸 嗯 風 火 這些東西 基本上很難在實境裡面拍攝到 所以 所以我是屬於立體的 那那在那一方面你們製作的主要是廣告多呢 還是影片 都有 都有啊 嗯 馬來西亞的還是新加坡 新加坡和海外 美國 新加坡和海外 對 所以你現在是在馬來西亞還是在 我是 我是在新加坡 因為我的 呃我是住在馬來西亞 我是住在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 我是walk from home 就是在家工作 可是我 我安心的話 我必須要走進這個辦公室 然後我們 因為有比較高的這些 好像比方說有一個要跟 呃 客戶見面啊 這之類的 或者是說我們要呈現好像 一些 就是預告給他們看一下 好像我們要怎麼樣去製作啊 包括他們 許不喜歡我們的這個風格啊 就要進行呃 面對面的討論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在辦公室內 那基本上在於新加坡的 新加坡電影應該也不多吧 是吧 不多 所以我們其實出力的也 比較多是海外的電影 海外的電影 嗯 比如說像方不方便透露 你們出力過什麼海外電影 就海外的片影 其實基本上有一些是屬於 比較歐洲的 嗯 呃但是他們片段都不是 都不是一種商業的啦 是比較是純屬於這種是短片 短片 啊 紀錄片也有 但是是還是比較少 因為基本上我的公司 它最主要是這些 差不多有70%的都是商業廣告 哦 在新加坡 所以是相當大型的 哦 那我最主要就是說 我必須是在跟不同的這些 小型的studio合作 嗯 所以有時候我要去到他們的這些 studio呢 跟他們一起合作 然後工作一段時間 然後完成一個project 然後再move 再往下一個 所以你一般合作的都是新加坡人 和海外的一些團隊 對其實新加坡 很多在這個團隊裡面 其實也不能講說是完全是新加坡人 有很多海外人 有菲律賓人 有中國人 有嘗試跟馬來西亞的一些團隊合作嗎 啊沒有 沒有試過 所以沒有辦法比較工作的方式 那些等等 還有一些水準啊 數字啊 其實我記得我這樣從海外回來的時候 我有嘗試過想要在紀錄波發展 然後 可是 我應該講說我不喜歡 紀錄波裡面的辦公室文化 紀錄波的辦公室文化 對 我不能 因為我在海外已經十多年了 能不能再說說一下 你不喜歡的那個辦公室文化 什麼樣的 就是我覺得 是一個工作態度 因為 基本上我們的工作是相當繁重的 不斷的要修改修正修改修正 那麼就是 可是 這樣一來一往其實很耗很多時間 可是如果團隊裡面有其中一個不太負責任的 就是他可以總是說 偷到明天才做給你 嗯 或者說他一進來的時候 可能他是 準時上班 可是他得到十一點 他才開始工作 嗯 我就覺得說一個團隊裡面 你不能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 就工作態度的 對工作態度的一問題 然後我會發現到 呃 好像每次要到下班四五點的時候 大家好像才忙起來這樣子的感覺 這是馬來西亞的 對我覺得 所以我不太能夠忍受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這沒有一種所謂的那種工作效率 哦 我我本身是很注重工作效率 我這樣我覺得我應該到國外去發展了 我也不能接受這種情況 哈哈哈哈 我我我之前也曾經在一些就是國際跨國公司 工作過 但是呃 掛名叫掛跨國公司 嗯 但是你來到本土就完全本土化了 是 因為你在管制人領導層全部是本地人 對 啊 雖然說你可能有一些就是外國人 嗯 是國外請聘請回來的啊 在這邊作證 嗯 但是這個原水救不了近活 對 然後你這個你猛龍你也你也抵不了地頭蟲 對對對 你整個公司團隊都是本地人 對 你作為一個你你你你上司你在上面 你能怎麼控制了呢 對 所以這確實是一個很大一個問題 對 尤其是在於我相信呃呃呃 在廣告嗯 在影片製作 對 我有些身邊有些朋友是在是在做電影 嗯 所以我也大概了解一下他們說的 有時候真的是你忙起來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忙 對 但是我想說一個點 就是其實馬來西亞的電影製作團隊 嗯 我個人覺得啦呃呃 我當然不認識所有的團隊 嗯 我認識的一些我覺得都還好 就是說他們是屬於責任心是很重的 嗯 他們能夠在在那個期限內把這個工作完成 是 但是所謂期限內我不確定就是你說的可能11點開工 然後men 呃 早上8點9點開工 drone 到11點12點才正式工作 4點才開始忙起來 是不是這樣子我不確定啦 嗯 但是我確實遇到過有一些呢 拍攝廣告這 呃 呃呃 这样子一个状况 其实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不明白 我到今天为止 我都还是搞不明白 为什么有时候需要等 等一些什么东西呢 很浪费时间的 你要那些演员 或者那些talent 要他们cast的那些 有时候我觉得东西都是要好 其实可以很快 但是我就不明白 就是要等 等及时吗 对 真的是要等及时 有时候就是好像我们必须要 wall in一些他们shooting scene 就是尤其是他们在拍摄的时候 我往往觉得会工作繁重 因为是整支广告在制作的方面 对不对 他们留太少的时间给后制的 后制工作的人 为什么会呢 因为他们前面花太多时间在拍摄 但是前面拍摄时间很多时候 是浪费时间 对没有错 就是我觉得是他们的沟通的问题 是沟通的问题 对我觉得他们的沟通的问题 所以就是变成是说他们的拍摄的 可能他们只需要两三天 可是他就可以花到一个礼拜 然后可是他的preview 我们讲的preview 他就说另一个礼拜才进行 可是变成是说一次拖一次拖 那我们变成后制的人 就很辛苦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得超市工作 但我感觉不是沟通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效率 效率对 效率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他们 就是太过悠闲工作的问题 对对对 大家很像的态度很奇怪 你真的是那个时候 你很想打吼打人那种 不过我觉得这个拍摄 我觉得那个拍摄的那个摄影师 其实他可以控制这个场面 对啊 就没人控制啊 最糟糕的是 可能连这个监制或者是导演 都很悠哉悠哉 那你能怎么办呢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 我认同你讲的 有一些团队 他们的这个工作方式 你感觉他就在浪费时间 浪费人家青春 你让人家白白等了那么久 不知道干什么东西 对没错 是一个问题 但我不确定在国外团队 就完全没有这种现象吗 也是会有 但是我觉得因为 其实他们的拍摄时机有多长 他们在这个考量这个成本的时候 他们都有计算的 所以就算你没有 当天没有开工 可是其实那个钱 是不断要付出去的 时间就是一个成本 对 所以基本上呢 任何一只广告的导演 他都不希望浪费时间 因为如果不够钱的话 金智了又得要去找钱 这是很现实的 所以基本上一开工就是 直接大家都投入进去了 广告的钱应该是预算是固定了 固定 是固定 但是问题是有时候还有客户 他们会有这么多的要求 哦 如果要求更多就要加钱了 对 这是很现实的 当然 就是或者是说他会拉长 我们的这个制作的时间 也会 所以在各方面的考量之下 他们客户也得要考虑一下了 那我们好 我们说回来今天的这个 我们的主题吧 叫自由电影节啊 其实这个自由电影节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自由电影节 其实我才接触大概两三年前吧 那是因为我那时候 就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了 就是我我受到邀请 然后就去了那个星山 有一场自由电影节 然后我就看了一些影片 然后那些的影片 大概是当天的影片 我记得是四五部 其中一部是新加坡 那一部是进播的影片 就是成冰冰的 丹冰冰的 那一部 Do Singapore with Love OK 我好像有听说这个 但是我没看过 我去那边 其实我主要要看这部戏 因为它被进播 当然就是我们会好奇啊 他越进的话 他就越来 对 这是好奇心是杀不死的 你也不给我看 我就是也要看 对对对 然后我是 后来我就发现到 其他的影片 其实是本地创作 然后我觉得 其实题材很有趣 它就涵盖各方面的 有比方说环境的 那一年我记得 我看到的是 那个有关 柔佛州的那个石油 就是沿岸的 那个石油的开发的问题 填海的问题 彭加兰 彭加兰 对对对 就是那个坟墓被破迁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议题是 蛮可以讨论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有关一些弱势儿童 比方说像脑臂症 脑麻痹症的儿童 他们的这个求学的这个问题 OK 那方面 然后我当时候就觉得说 因为我本身住在的地方是马坡 马坡是一个乡镇 其实是不大 那我就觉得说 我就觉得说 对 我就觉得说 这些影片它播出来的 其实它传递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就是公民社会 我本身是比较相信公民社会的这个力量 我觉得其实政治考量是有一定的 但是我觉得公民社会如果壮大起来的话 其实在很多国外的这个现行的社会的制度底下 那些政客都不得不听这一个公民社会的声音 但我们要了解一个点 就是如果 我先问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通过文化来提倡的公民社会和起立明治 这一块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呢 比如像电影这一块 你看 我先我先问一下 就你刚刚提到 被禁 内部电影被禁了 那它已经被禁了 它怎么样通过这一块这个管道 来让更多人了解 这个东西是一个问题 或者让你让你更多去想象空间 它没有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接触到 那它这毕竟还是当权者 它有这样的权利 它禁止你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 其实所谓的禁止 现在我们有网络啊 有什么不能通过 除非像中国当局一样 它封锁所有的那些port就没有办法 可是新加坡它政府它不可能做到 然后再加上呢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其实都很活跃于这一些 平台 就是网络上的平台 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是没有穿不透的墙 那它的声音都没有穿不透 那我觉得电影 或者短片来讲 是非常具有力量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我会开始 在我的这个家乡里面 推动这个自由电影界 因为我觉得从影片 通过这个影片影像 更容易让人家有视觉化的 这个看到 他可能不理解这个议题 可是如果你叫他去读一篇 很长篇大论 他没有这个耐性 是 因为基本上现在很少人阅读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那么很多都 很多人都享受那种 即时的影像的效果 嗯 所以我觉得字块的接收方面呢 就是很大的一个有利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在推广中 就是公民教育的时候 其实公民教育人家一听说 哇 这个好沉闷 很沉重的一个 很沉重的课题 谁也不想了解 对 可是你会看到今天很多网络上的平台 有些年轻人 或者是不要讲年轻人也好 其实各阶年轻 这个阶层的人士都好 年龄阶层的人士都好 就是如果你没有去多了解一个议题 你其实在发表你的意见的时候 你就会随波逐流 嗯 因为你觉得说 那个人该死该骂 你就随着跟着骂 起哄 是 你完全失去真正要剖析一个议题的真相 嗯 究竟你该相信什么 嗯 究竟什么是官方的声音 嗯 而什么又是民间的 嗯 那么从这边你也才讲 你说你才可以取一个平衡 那你自己的观点又是什么 嗯 这个方面其实确实是很缺乏 尤其在 我感觉到 呃 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不太确定 但是马来西亚新加坡 新加坡当然言论也是受到一定的限制 这个可能罗老师说 我觉得比马来西亚还糟糕了 对 没错 所以很多人说 马来西亚言论自由受到影响 受到牵制啊 但是我如果 成新加坡比 那我们是好很多了 我倒觉得 只是从这一点来看来 有一个情况是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呃 现在随波逐流的情况是 没有办法了 你看在网络上 尤其在面子书上面 我根本不太喜欢 不太想看面子书啊 现在 原因是太多的这种speculation 嗯 那些都是假的东西 甚至是捏造的东西都非常的多 但这个也反映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 我们是这个快餐文化 对 已经受影响了 包括新闻也要快餐 像你说的 只要马上来 我就马上消化 我也不理它是什么东西 我吞了下去 吐了出来就对了 对 那我也不理它的真实现象怎么样 但是 这个也反映了一个情况 就是 民众的这个智慧 嗯 还有它的这个公民意识啊 嗯 是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你说低 它又来到一个情况 它可能又跟你 长篇大论讲一大堆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呢 是它完全吸 马上吸收 马上吐出来的这种情况 那 我们要怎么去衡量 它究竟是 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智慧去分析呢 还是说 它真的是相信了这个东西 它分析了 它相信 我们怎么知道 哪一个真哪一个假 我觉得我不会讲说 大众的这个 我们讲名字 就是人民的名字 智慧的字 我觉得 我不觉得马来西亚是低的 嗯 我认为其实以如果城乡来比较的话 城市当然因为它接收到的这一些资讯比较多 是 多元化 那但是 可是城市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 每天都忙着找钱 嗯 所以它未必 它未必有这个时间去消化这么庞大的资讯 是 呃 所以我还是觉得名字的这个开 开化吗 嗯 它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那我不能讲说它今天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随波住流 对难以避免 对难以避免 可是我是觉得 我还是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大众来讲 我觉得我还是很有信心 因为我觉得他们会慢慢接触 然后会慢慢提升自己的 而这种东西是一个潜移默化 嗯 所以我我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影片是最佳的一个管道 能够去好像直接给观众一个即时的这个视觉效果之外呢 它才会可以传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讯息 而这个讯息是要非常的明确的 他们能看得明白吗 比如说我发现到很多这种 比如说独立电影啊 嗯 很多是高格调的 对 就是取高和寡 你看来看去 你可以突然一个镜头在那边停住很久 也不懂该干什么 嗯 当然我知道导演有他的意思在 嗯 他的编剧有他的这个讯息要传达 嗯 但是你太抽象了 对 你这个格调太高了 对 你要知道不是所有民众像你那么高格调的 嗯 那那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讲说短片或者V电影来讲 嗯 其实都有分门别类了 嗯 呃 可能您讲的那一部分是指的比较是艺术性的 嗯 艺术性的当然就是说我们要以艺术性的观点来看 但是个人接受艺术性的广角在哪里 取点在哪里 这其实是要看个人的 我觉得是跟文化素养有关系 啊 就是本身 本身的文化素养其实有很大的呃左右 因为 观众的素养 对 就是我觉得个人 个人 这个观众 我不能讲说是观众 因为观众里面很大量 可以有些说他是比较喜欢文学性的东西 嗯 啊 他经常看书的 嗯 呃 有些 你不能讲说他不喜欢看书 因为比方说他有看一些微型小说 嗯 或者网络小说 嗯 你不能完全否决他有这样的一个阅读能力 嗯 呃 可是我觉得每个层面来讲 也可能会跟他在每个时期接触的人 嗯 事物不一样 嗯 所以他会其实不断的提升 就比方说可能一个呃 小朋友他大概十多岁的时候 他喜欢的是爱情的 嗯 悬疑的 嗯 可是可能到了他二十几岁开始大学毕业 或者说他直接出来社会谋生 然后有一级事长的时候 可能他喜欢的一些是工具书 嗯 所以你看我觉得在马亚西亚这个书展 我经常其实去书展 我就发现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嗯 我都发现到最好卖的并不是文学 是 最好卖的是 鲁河 对 鲁鲁是第一个 这鲁鲁道是新中之报的复刊 主人之前告诉我 但是有一个是我发现到 就是好像那种台湾书 他们经常喜欢是用教学书 教学性质书 比方说如何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成为辅吗 这之类的 我觉得这种书 我觉得这种人生教导书 我不是看清 我是觉得每个人生都不一样 嗯 你想要走怎么样路 其实最后的 make the call的那个人是你 对 所以其实你要心里有一种 承定 当然这些书是适合一些 呃 就是大众 他们比方说处于一些人生的阶段 他需要一些助力 嗯 助力来使到他 做一些正确的选择 或者是对他最好的选择 嗯 那当然他需要这些工具书 可是我觉得 人生真的是没有工具书的 嗯 人生这一块 没有manual 对 对 你做一个东西有这个manual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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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